除了這些政治人物的身份之外 宗教的人物的身份都有 你看看這個墓名裏面寫 佛教真言宗第49代 第49代大阿瑟尼 什么叫阿瑟尼呢 原来这个是一个中国佛教历史里面 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宗派叫做真言宗 在唐朝出现过 唐朝后来因为遇上灭伐的关系 这个真言宗就成套 所谓成派就已经消失了失存了 但是当时因为唐朝早期的国力兴盛 有一帮日本的僧人来了中国 在西安里面就将真言宗 即是密宗 就将这个密宗这套的成套的物法 学了之后就带了回日本 曾经成为了日本的国教 直到近代呢 这个第48代的掌门 在日本讲清楚先 在日本的一个掌门就觉得 这套物法本身是来自中国 他觉得应该要将这套的物法 带回中国 所以他就说如果有中国人有兴趣学的话呢 他就会教这套物法给中国人 当时在文初的时期就有这一位 他是香港人来的 他是黎月珍 他曾经是在香港的一个商人 他在香港地呢 就捉述信佛 就知道有这套这样的东西 就向日本里面求他 学回这一套所谓叫密法 学完之后呢就去日本学 日本之后呢就回来香港 就在大坑道 就建立了一个叫光明台 所以在大坑道 今天仍然有一个地方叫做光明台 旁边有一座楼叫做真言宗居士林 和真言宗居士林 他就在日本里面得到一个身份 他们的掌门 我们看武俠小说 当我们叫他掌门 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传承者 就叫做阿瑟利 那么他就得到 第48代的阿瑟利传给他 就将这套物法带来香港 所以其实他是在中国近代 或者在中国佛教史上呢 是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他以一个香港人 来继承了中国失传了的物法 那么就将这个物法带回来香港 后来在真言宗建立了一个叫做 真言宗居士林 在铜锣湾的大坑道 即是虎炮别墅对落 那条斜路的第一座 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十字的辉号 那么他的武好特色的 葬在香港 香港仔 华人永远墳墙 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 那么原来我们去看到 见到这个武 我们知道原来他有这样的身份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很特色的武 有机会去 他太太后来都拿到一个 女阿瑟利 也都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女阿瑟利 那么可以看到 其实他不仅在香港 有历史地位 其实呢 在民国 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上 都占一席位 另外 大家都熟悉了 近代的一位 大学教授 那许地山教授呢 后来呢 在香港 在战前来香港教书 在香港大学呢 做中文系的系主任 那么可惜呢 后来呢 在香港 这个病发 就病世 那么当时呢 因为正值中国打仗 他的子女呢 不能够来到香港 跟他做一个脸状 那么所以呢 就由他 由香港大学的名义 就跟他在 博富林基督教坟场 华人那个 就找了个墓穴 以香港大学的名义 就叫做香港大学 教授 许地山的墓 就撞了在那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墓 有些人就这么看许地山 如果你不认许地山的话 你不知道他是哪一位 不过我们加了前面几个字 我们起码知道 他是一位大学教授 好了 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 不看过电影的话 当你走过山上面 远足路过 你基本上 见到这个墓铭 其实你不知道 他是哪一位 那你怎么知道 他什么水 就在前面加了几个字 荣春派的宗师 所以如果你不看 如果你不是因为电影里面 认识这个人叫做叶敏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 他是一个荣春派的宗师呢 所以其实冒名里面 就告诉你他的身份 荣春派的宗师 而且他的原名叫做什么 叶继文 不是叶文 叶文是后来再称 简称而已 他正式来说是叶继文 另外我们看一下 左手边这张 他是香港天主教的 胡振宗书记 你看到书记 你就知道他的身份 是一个书记主教 那么他是香港历史上 第一位华人 应该这么说 是香港第一位的书记主教 也都是在华人来说 他是第 没有记错的 应该是第四位 第四位华人书记 那么很特殊的 那么这些是刚才就是一个冒名里面 一些基本的资料 那么真正的冒名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一篇的文章 来记录那个冒主 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 那么我们通常叫这些做冒表 或者叫做行葬 如果是冒在墓的背脊 冒在那块叫做墓 冒下去的字叫墓名 如果墓名是冒在墓的背脊 我们叫这种叫悲音 悲音 在悲的背面 黑的墓名就叫悲音 好了 蔡揭文先生 即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蔡元培校长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 北京大学的校长 也都做过民国的教育部总长 那么后来呢 他是路过香港 不过在香港过身 那么这一篇呢 就是北大校友会 当时呢 他在香港过身之后呢 那个墓呢 只有一块很简单的碑 就这么写着蔡揭文先生之墓 这个呢 是后来经过重修之后 由校友会帮他呢 写了一篇的墓名 告诉人家他一生有什么工业 告诉人家他的贡献是什么 那么这些就叫墓表行作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跟风水有关了 过往我们都提过 就叫做沉语 譬如在马鹏先有墓里面呢 曾经墓的正中间就写着 中西侍女之墓 因为他将马鹏的大火里面 寻找到的六百多具尸体呢 统一做了一个的异宠 那就找了一位风水先生呢 就跟他呢 去做那个墓 那那个风水先生呢 通常就会在一个墓上面呢 就会写几只一只 上面就会告诉你们听 这个山呢 风水坐向是什么 坐致向害 在墓上面它写着坐己向害 这个是黑作的错误 因为在风水里面 是不可能坐己向害 一定只有坐致向害 所以我们证明了 它是写错东西而已 坐致向害兼顺前三分 这些是风水先生看的 我们不要理他 我们看下面 在右手边 最下底那里写着 乡邑南镇里耀村 指迁定向 即是说这位风水先生 他来自中山小南镇 告诉你们是什么 为什么他要写得这么仔细 坐向 多少分多少向都要写 因为这些就是风水里面的用语 目的是告诉别人 撞了下去 第一 他的坐向是什么 将来会是怎么样 这些沉语的意思就是预测 在荃湾东普陀寺 第二任的掌门 或者第二任的主持 了一法师 他完直之后 后人就将他安葬在后山 后山里面有一个叫做寒信点兵 意思就是说风水先生 认为他撞这个位置 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寒信点兵 接着就写了一首这样的沉语 就告诉别人这个地方 你撞了下去之后 这间纸将来会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好怎样好 会出什么猛人 这些是一种寓言 这种就叫做沉语 信不信不要紧 不过作为一种参考来说 都是重要的 好了 我们经常说有钱的人 或者有身份的人 我们除了做一个很大的务 接着写一篇冒名之外 这篇冒名会找什么人写 或者冒名以外 他会加一些特殊的雕刻 例如 好像我们现在所看的这张相片里面 是做了一个牌坊 最右手边其实它是一个牌坊 在牌坊里面他找了一位仁兄 就跟他提字 叫做这个 胡惠逸永 即是务主是一个 他是帮他太太写的 而他的后人就找了当时 我特意圈着你看不到的字 我就是在中间 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当时是什么 黎元洪是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他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不是说你有钱就能够找到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他找的是当时的大总统 跟他的妈妈 务主 不是务主应该说 务主是一个有钱人的太太 但是他的后人就找了黎元洪 跟他做一个这样的牌坊 就写了这四个字 上面还有中华民国总统那个玉璽在上面的 在日字和位字上面呢 有一个四方块其实是一个印来的 大家想想想他有钱他怎样显示他的身份和地位呢 就是他找一个更加有地位的人 你想想你猜黎元洪作为一个总统 在起码来说你找一个总统写 你以为这么容易的 你今天找特首和你写几个字 他惨你都傻了 傻方在当时来说 一个香港人找一个大总统写东 另外林卓球 林卓先生 林卓先生 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 赚到的钱后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所以他过身的时候就能够得到 国民政府主席林芯 就是我们上片看到这一位了 他是国民政府主席 林芯是跟他提这个冒命 而且还找到孙中山先生的长子 孙科当时是行政院长 就跟他写个冒命 你看到国民政府主席写个冒命 这个我们稍后看 那一篇冒命就是由孙中山写的 孙中山的长子写的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在冒命上面 冒命我找了一个名人写 譬如我们看到左手边 是不是有一篇冒命 冒命细字那些就叫名 是谁跟他写的 是找了一个前清的举人 就是一个有功名的读书人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赖志希 赖志希太史就跟他写了一个冒命 但是后来再找到一个人 就是一个著名的算客家 就将他的冒命的题目 就刻在冒命上面 就变成了你起码 这篇冒命我足足找了两个当时的名人 就跟他去做这一样东西 以显出他的地位 这个名人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冯康侯 冯康侯有什么那么出名呢 就是他有份帮忙雕刻国帅 当时的国帅是他有份帮忙雕刻 这位就是冯康侯了 后来他移民了来香港 在香港过身 他最出名就是孙刻 好了 找人写了 刚才我们提过 孙中山的长子 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 他当时就帮林滬先生 就写了这一篇的冒名 那我当然没有列出来 就只是将他冒名最后的部分 就写出来 他就帮人写了之后就写 在香港找到两篇 由孙科写的冒名 一篇就是刚才 林滬先生的冒名 另外一篇就是李玉堂 亦都是所谓革命缘分 曾经支持了孙中山革命的人士 他的后人找到孙科 是跟他写 香港找到两篇 那你想想 找到当时的行政院长 找到孙科 孙中山的长子去写 这些就是反映了 他的身份的特殊 好了 刚才你有提到 不好意思 这一篇 这篇就是李希臣的冒名 找到谁跟他写 我特意圈出来给大家 次进士出身 汉林远编收 赖济熙 大家很熟悉的赖济熙太史 河海书楼创办人 香港大学中文是第一任的 是主任 他本身是一个 前清的清朝的举人 不过因为他们认为 中华民国是敌国 他不承认民国 所以后来就跟一帮 前清的举人 就所谓逃难 就来了香港 因为香港是殖民地 不是中华民国的地方 有些周朝人的风格 就是不食周 此食周叔 就是我们不食你民国的一种 不承认你民国的一种风气 所以他就移民 来了香港 那一帮人呢 这么有学问的人 来了香港之后呢 就觉得要去保存中国的文化 所以就在香港里面呢 成立了一个河海书楼 找了一个地方 将他们的藏书 很多万策的藏书拿出来 给当时的人呢 是免费去借来看 同时定期呢 就是去讲学 那然后后来香港大学呢 要成立这个中文系的时候呢 那就推荐了赖济呢 就去筹造一个中文系 那所以后来就顺理成章 成为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那当时呢 他和香港很多的名人有来往 那那些名人过了身 我只是有钱而已 不代表我在文化上 是有很有地位 所以呢 他们很多时就过身啊 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呢 他们就很喜欢找一些 有学问的人 有功名的人 就帮他们呢 写一篇文章 那所以譬如这一位 李希腎当年呢 被人暗杀之后呢 他的后人呢 就请赖济 就和他呢 写一篇的冒名 这些就用来呢 又用一种对等 他不会就这样在街边找个写信佬 和他写 他一定找一个呢 有功名 有身份 有地位 包括刚才说 要是他有社会地位 譬如说 国民政府主席 例如 民国总统 要是有社会地位的人 要是就是这些 有学问的人 这样来反映他自己的地位 因为 讲得白点 李希腎是一个商人 有些人觉得商人未必有文化 所以他就找他有文化来 抬起自己 那所以 我们很多时呢 在一些冒名里面呢 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些 名人的 这篇文呢 是他写的 真是原不 就是所谓 他们无不写 跟着找人作 所以这些呢 其实他也有文艺的价值 除了有文学的价值 有历史的价值之外呢 其实他还有艺术的价值 包括刚才说 冯康侯克的算克 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品 好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私训了 譬如上面 得大解脱 得大解脱这几个字呢 他就找一些名人 譬如他找了张仁龙 这个呢是乡以谷的名人 就跟他写 那当然呢 就因为他是当时的务主呢 是有宗教信仰 所以就跟他写得大解脱 下面这个 就通常是一些教徒 耶稣若 我即徒 我即徒也 真理也 生命也 非我则 没有就乎 其实 这个呢 是若汉福音 不过这个是旧版的圣经 旧版的圣经 我们呢 现在说什么 就是说主约 我即道路 我即生命 是吧 其实就是那段 我们经常都有机会 见到的一个章节 只不过 它是用着文学时候的版本 那么很多教徒呢 就很喜欢 将这个圣经里面的文具呢 就刻下去 它的墓下面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基督教的墓名里面 特别多 那么这个呢 那么你起码 你刻得这句话下去 证明它什么 它是一个教徒 那么好了 另外还有一种雕刻 通常呢 就是我们 譬如我们现在 见到这个的 好 我们见到的这张相片 右手 右手边 这个呢 在香港坟墙里面 是纪念呢 英军来香港的时候 不要说来香港 来中国 它去打那几场仗 在那帮的军舰上面 他们过身的一帮 英军 那么它就将里面呢 是过身的英军呢 那个名字呢 就刻在旁边 另外呢 就有一个雕刻 你看到 放大了一张照片 雕刻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 烂了的大炮 下面有些炮啦 有些短剑啦 有些兵啦 意思就是说这一帮是一个军人 他们呢 是信职的 所以呢 他们将个炮舰 或者在那个雕刻里面 去反映这帮人的身份 所以这个雕刻呢 当然这个是一个集体的墓 不是一个个人的墓 你看到那个右手边 其实上面那个公仔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那个大炮 倒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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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的上面那个呢 就是 就是那个炮 他们有什么样的设计呢 那么当然呢 你可以再去找不同的书 去深入研究 比如呢 那个年代 一条石柱断了一半 都是那个年代比较兴用的一些模式 那么是不同的雕刻 都有不同的意义 好了 最后啦 我们看一下 比如十字架 那当然不用想啦 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是教徒啦 譬如 他是一个教徒 天主教的信徒 基督教的信徒 他们除了用十字架之外 原来西人 他们很喜欢呢 用天使 比如我们在坟墙里面 我们找到天使 那么这些虽然不敢肯定 百分百话 他一定是属于 一个教徒 但是呢 起码 这个雕刻呢 他都是一些比较新型的东西 代表几样东西 给得起钱 我经常都说 他给得起钱 第二 他 跟他做的人 觉得他是值得纪念 一般人 其实我们怎么会 自己做一个这样的 未必自己呢 或者我后人都未必会做一个这样给我 做得给你 就是他觉得你是有很特殊的纪念需要 因为你始终要花钱的嘛 好了 那这些的公仔呢 其实呢 都是可以反映很多不同的信息 比如十字架上面有一个骂 有两种意思 一种的说法呢 就是说 他是一个同海员 就是说他从事航海的工作 另外一种说法呢 他都是一个教徒 所以有时他没有十字架 但是他有一个骂 其实这个呢 有些的说法都说 他是一个基督教徒的一个象徵 那么这些呢 其实我们在那个慕名里面 我们看这些呢 都可以是反映到他的一个资讯 好了 我们简单来说 我们看慕和看名 我们要有一些什么的注意呢 除了刚才我们透露 所说的 他透露到这么多的历史资讯之外 我们必须要留意 慕名 他写几大篇的文字都好 你不能够百分之百 照单传收 因为中国人的特性就是 在那个慕名里面 他只会说他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或者有争议性的东西 他是不会提的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明白 那个慕名通常是由什么人写 是由那个死者的家属 或者跟他有很密切的团体 跟他写的 既然是这样 他明知有一些有争议性的东西 他是不会提的 所以他一定有忍恶扬善的成分 你不能够完全相信 不过有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有两样的东西 他是可以相信 第一就是 他是代表着家族去说的 起码他可以反映 那个家族的一种看法 第二 他的生平资料比较准确 例如刚才讲到的 他的人名 是吧 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名 尤其是有很多爱好 还有他的生卒年份 以他的家人写 这个是比起其他的资料 可能比起报章 是更加准确 因为始终那些是以我传我的资料 由家人写相对是准确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家人能够说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比如他家里是怎么样 他的家世是怎么样 这些不是一般的报纸文章 是可以说得到 当然他说不说就另外一回事 如果他说的话 这些可信性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说部分的资料 他可以草代背章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堆了 好了 慕名 刚才也都说 他如果找一些艺术家 譬如一些前清的举人 或者是找一些艺术家 雕刻家 譬如算黑家 他去雕刻 或者书法家写了一篇文 然后再刻下去 那篇文章 本身的文学成分是高 另外 如果他本身写的那个人是书法家 雕刻出来之后 他也都有一个 那篇的书法本身就是一篇艺术品 所以他的文艺价值 不单止是历史价值 还有文艺的价值 其实这种东西 很多人忽略了 其实这种叫做金石的文学 或者金石的艺术 我们应该是要想办法去保存 但是慕名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它是日晒雨淋 如果它那个石头 不是那么漂亮的话 其实很快会受侵蚀 其实这些那么好的 你想想一下 比如宣科写的一篇 《无名》 如果不是它那个石头 比较漂亮的话 一早已经被侵蚀了 其实是多么浪费呢 甚至还有很多名人的手笔 真是真迹来的 那这些呢 其实应该找办法 是尽量 比如用托片 这些方法 是留下它 好了 还有 造碑背后所透露的资讯 不能够忽视 例如 在个墓和个名 我经常说它背后透露什么 它墓越做得大 它的雕刻越多 证明它有钱 有身份 有地位 这些我们都不能够忽视的 还有 应该要将墓名这些文字资料 和其他的文献对比 那我们才可以知道 究竟一些 旧史的文献 我们常说旧史的文献 譬如报纸 或者一些书籍 我们讲古代 以前 先讲 现在来讲 当然不同了 我们上网有齐勢 有报纸 有雜誌 好像有书籍 好像有很多的资料 但是我们讲的 早期 譬如香港 开放之后 或者文初时期 其实的资料仍然是不多 如果做人物研究来讲 那堆的墓 其实是可以 可以得到很多历史的资讯 我们可以将这个资讯 整理之后 和你手上的文字资料 对比 其实我们发觉 有时就算文献 都有出入 甚至有些 我们真的在冒名里面 去厘清了一些新的资料 所以 我们应该将不同的文字 互相去比较 综合来讲 冒名 我们来讲 它是一种立体的文献 而且 它不仅有历史的价值 还有文艺的价值 其实我们 除了要将它的文字 彩录下来 保留它之外 也都应该想办法 将它的实体 作为一个保存 譬如说 会不会做托片 或者它的材质 我们会不会找一些方法 建议它的后人 譬如 找一些的保护 让它不用日晒雨淋 或者做一些的复修等等 那你尽量去保护它 那这里呢 其实我们都应该 值得提倡的 那经过三节的讲座 我们是希望提倡 香港 无名的一个考察之余 也都希望大家 不要忽视这个冒名 里面所透露的历史资讯 告诉大家 其实 这帮清朝至民国时期 或者是 战后时期的一帮名人 他们在香港 无论是一线的名人 或者是一些 二线的名人 就是大家 讲起它的史迹 你会认识到它 但是就这样讲个名字 你未必认识它的人 其实我们都应该 要将它的资料记录下来 香港历史 不是由一帮 只是由一帮主要的名人去带动 其实是由所有不同的市民 1.1滴累积出来 而这个无名的计划 就是希望 发挥不同的名人的小史 希望重新去拼凑一个 比较完整 比较民间化的 和社会性的一个历史研究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香港史学会的研究工作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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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